那像时装周打扮真有点普,看到贝克汉姆一家气场瞬间弱了,今天凌晨,奶茶妹妹张泽天进行了首次直播,最近她正在参加纽约时装周,因此和国内有时差,这场直播观众很少,大约只有两百多人,不得不说。 奶茶妹妹真是越来越好看又有气质了,不是那种网红脸,跟了东哥以后依婷也上升了很多,下面这张有点像刘亦菲,果然财富跟气质是成正比啊,感觉奶茶妹妹生了娃之后更漂亮了,唯一可惜就是阴沟鼻不是很好看,话说,奶茶妹妹真是时尚秀场的一股清流啊。 有别于女星的浓妆艳末华丽礼服,奶茶妹妹一身简单的小黑裙,清纯不失优雅,让人眼前一亮,有网友晒出了几张张泽天现身纽约时装周的照片,说本人又白又瘦,脸很小,但有一个问题没什么气场,明明是人群中最有钱最异位的之一,但是神情举止却不够自信不够利落,还有吃完饭出来的贝克汉姆一家, 本来觉得奶茶妹妹挺漂亮的,为什么现在一看就感觉像个女学生串场子似的,看照片还不错,笑容温婉不失清纯甜美,气质也愈发迷人,依旧是水灵灵的邻居女孩,感觉当年那个清纯的奶茶妹妹一直没怎么变,只是奶茶妹妹的鞋子是什么鬼啊? 奶茶妹妹这么年轻,气场这种东西慢慢修炼吧,一般老女人都比较有气场,但是